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8月6日 已經是星期日 跟大家說說 隨著大陸經濟不好 這個名標原來 比去年3月的高位跌了32% 這些努力士 愛比標 八達菲這些標 這一年也不算是一年大跌 其實不只是那些名標大跌 以往很多中國人追捧的 那些收藏品 例如古董 瓷器 也是出現了一個很大的跌幅 以往瓷器炒得很貴的 明明不是很值錢的 或者不是很矜貴的東西 無端端都說拍到一億 所以現在 跌了很多了 現在的氣氛沒有以前那麼好 因為 捨得花錢的大陸人越來越少 所以那些瓷器格格也跌了 不只是努力士 名標 瓷器 收藏品 連那些 古畫 山水畫也好 油畫也好 以前大陸人追捧的 全部都大跌 還有 跌的不只是這些 還有錢幣 油票等等 也是出現一個顯著的跌幅 我們這一節會跟大家探討一下 不同的範圍 不同的收藏品 不同的奢侈品 價值 這個走勢 首先跟大家說明標 努力士等等這些名標一直都是 熱門的投資工具 大陸人也追捧 據明標市場調查機構 Watch Trust 最新報告指出 明標價格比較2022年的3月高位 足足跌了32% 出現了勞力士衰退現象 即是明標市場衰退 其中價值越貴的明標 跌幅越大 報導分析指 美國聯儲局加息導致市場資金流動減少 加上二手市場供應大增 也是拖累明標價格的原因 其實不只是這樣的 二手一直都差不多了 現在最糟糕的是 大陸人沒有錢 這是最主要的 明標市場調查研究機構表示 過往會最終努力士 八達菲麗 以及愛比彪 這些品牌 60款手錶的價格指數 最新數據顯示 明標價格指數比2022年3月的高位 跌了足足是三成二 跌得很厲害 跌那麼多怎麼辦 他們的數據說 前30名最有價值的明標之中 勞力士的市場指數較去年同期下跌12.5 愛比彪指數按年跌近兩成 八達菲麗指數跌18% 明標整體價格在過去一年也下跌很多 價值在5萬美元至10萬美元的明標 價格跌了15% 而10萬至20萬美元的明標 價格跌了10.4% 5000至10萬美元的明標 就跌了6.8% 這個跌幅相對少一點 越貴的標就跌得越多 這個 也很明顯 絕對跟中國經濟不會有關 報道分析指 聯儲局大幅收緊貨幣政策 造成明標價格暴跌 引發市場對美國經濟和股市市場的擔憂 也使得投資者減少了奢侈品的開支 甚至出現了勞力士衰退現象 代表明標市場衰退 加密貨幣最近也有跌了 二手飆市場供應量大增 實際上這個不是最主要原因 為甚麼二手供應大增 就是因為跌價 因為現在二手 炒不起價 人們就賣 如果二手很好價的 人們就不沽了 現在主要是二手 沽得那麼多 就是因為 人們看不好 看不好 又有多人等錢花錢就拋出來了 所以價格 暴跌 這個情況也出現在古董市場 估略股東市場拋出來的人 相對沒有那麼多 因為買到古董的 沒有得按揭的 一定要扶去付錢 以免を付出很重的佣金 所以 買到古董的也是吃飽無憂米的有錢人 他們 未來很多會受到股市的影響 所以很多時候 這班有錢人 他們只會忍受 很少說要截衣縮食 或者要鑑便鑑賤把收藝品拿出來買 所以 所以大量拋售古董的情況未見出現 字畫也一樣 買得到字畫 收藏的 其實也是一樣 標反而是活躍一些的交易 等錢花 收入減少 可能會賣一些標出來 另外一樣 比較沒有那麼貴的 油票 錢幣 銀幣 大家知道去年 因為中國 說要開放之後 傳出開放 一度把 叫做 第一版的人民幣 蘇聯版的人民幣 這個 民國時期的紙幣 鈔票 甚至是港鈔 在去年也炒得很貴 今年出現一個大一點的回套 還有一些元大頭 即是那些銀元 那些農氧 即是以前的大洋 滿清的大洋 光碎元寶 宣統元寶 大青銀幣等等 那些農氧 或者是元大頭 去年也升得很厲害 一直搶得很厲害 但是今年 出現一個顯著的跌幅 因為主要是大陸的市場 開始疲弱 而很多人 因為經濟不好的原因 就會拿出來賣 就是套現 所以 出現了一個 這類收藏品價格 是一個顯著的跌幅 跌了有多少呢 三成至一半不等 尤其是民國紙 人民幣 去年搶到萬多元一張人民幣 現在只剩下幾千元 最多的跌了一半也有 這就是最近為甚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別木ğı 勞力士那些明標 下跌了三十幾個百分之 這反而 因為 國內沒有錢 Inte Ф03 沒有錢 以往的大包錢 他們的中產 也應有兇多錢 也應有兇多錢 拍攝 Travis 學人收藏 玩玩玩玩弄瀏 或炒 ability 虑着多少人民幣 MAT contre 民國紙 現在 經濟不好 拿出來套現 很容易套現的 因為你拿出來市場就有人買了 現在價格下跌 你就要虧本 要輸錢 很多開始出現一個輸錢的情況 這個情況會持續多久呢 其實要視乎中國的經濟 但是 我們可以告訴大家 中國經濟一定是不好的 所以以往依賴大陸人的市場 油票 錢幣 鈔票 人民幣 鈔票 人民幣 那類收藏品 當然是首當其衝 字畫類 或者是肉器 青桃器 古董 這些比較高檔的瓷器 貴價的 可能是幾千萬一件 幾億 上億 這類型 其實 大買家也少了很多 因為 當氣氛好 或者當大陸有錢的時候 那些有錢人買的 會疏爽一點 會闊爽一點 會和你競爭 爭啦 搶啦 現在 就沒有了 現在 肯搶的人不多 因為知道大家都在守緊 大家經濟也不好 以前賣到一億的古董 現在 五千萬也未必賣得到 原因 真的是因為經濟不好 我們 也有經常會留意這類收藏品 因為大家也知道 我也有收藏品 以前也有玩開 也有收藏古董 字畫也不太懂 郵票 錢幣 以往也有玩開 甚至乎我們曾經是一個專業 不過 金盤洗手了 退休了 很久沒有玩過 最近也有開始玩一下 港幣 在市場買港幣 在市場買港幣玩一下 不貴 便宜的 在市場買港幣玩一下 純粹是收藏的 沒甚麼想要賺錢 收藏就有空買一張 看見漂亮就買一張 接下來我們會看看 很受經濟 影響的 其實名標 是很受經濟影響的 大家會看到 今年 LV的股價也跌了 原因是甚麼呢 因為中國人 買奢侈品少了 以往真的中國對於奢侈品市場貢獻很大 因為很多暴發戶 很多賺到錢的人 很多貪官 甚至乎中產也好 受惠經濟向上 以及樓市上升 他們 就會 很大量買奢侈品 當然 去年 為甚麼龍養、元大頭炒得那麼貴呢 為甚麼人民幣 第一版蘇聯版人民幣 炒得那麼貴呢 第二版也炒得很貴呢 原因就是 他們因為 身上有錢 現在 沒有錢 或者當時是炒他們 覺得他們會來接貨 所以搶得很高 現在沒有了 少了一群大陸的賣家 市場就回歸 平靜 所以大家都 不要說那麼衝動 其實跟香港一樣 通關 通關 香港就會成功了 經濟回復 市場會升 是同一件事 所以去年 一度搶到很高的東西 今年全部都倒下來 因為 那是一個預期的 覺得通關之後 那些東西就會升所以人們都會搶 買好貨 結果搶得很高 結果泡沫爆破了 今年 是徹底告訴你 不可以 接下來 我都不是那麼看好市場 各樣東西 我都認為 可能 都會繼續跌 總之 以往大陸佬 最喜歡買的 其實全部都會跌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玩開收藏的話 其實也要小心 接下來估計跌的機會是大個升 這次時間 我跟大家分析了那麼多 接下來有其他的 不同的資訊 我們再跟大家分析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們的Patreon 現在我們只得了 只得了Patreon 一條路 就是沒有其他的路可以幫助我們 所以 大家如果經濟許可的就訂閱Patreon 訂閱了Patreon的朋友記得了 你看看有沒有 忘記了 逐訂 或者可能會彈出來 或者訂了之後 扣了數 出現了一些 看不到的情況 我們也 希望盡快跟你解決 謝謝 拜拜 拜拜